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当然也是我做的最多的一件事 不一样的是 在过去的12年里 我大部分学生都是成人 但是从去年开始 我孩子的学生越来越多了 教孩子对我来说 是一个挑战 也是一个惊喜 因为开始的时候 我很担心 我不能发现他们的兴趣点 抓住他们的注意力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因为我发现 只要我不用成人的标准 去要求他们 他们会带我去发现他们的世界 这就是他们带给我的惊喜 我做的第二件事是学生 去年我主要学习了编程语言 Python和写作 我学习Python并不是因为我想做一名电脑工程师 而是我发现 我的通识教育基础并不太好 而一个完整的知识系统 对一个人的思维发展非常重要 所以从2016年开始 我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国画 书法 心理学这些文科科目 而现在Python和数学的学习 也填补了我理科类思维的空缺 最后我还和中国畅销书作家 李孝来老师学习了写作 李孝来老师说 教是最好的学 写作是整理一个人思维最好的方式 中国人常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所以运动很重要 但是我很讨厌用坚持这个词 因为我认为任何需要坚持的事 都不可能持续的做好 因为人的毅力太有限了 那么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 就非常重要了 我尝试过很多不一样的运动 最后我发现走路和跳健身操 比较适合自己 现在我每天可以走十公里 也可以连续跳一个半小时的健身操 而且感觉非常舒服 你看现在我比去年瘦了15斤呢 那么我这次回来做视频 主要想分享点什么呢 我想我的视频主要会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我上中文课的一些思考 主要包括外国人学习中文的重点和难点 我跟我的学生讨论的一些学习方法 以及我和别的老师交流的一些心得 第二是我个人的学习心得 最近几年我学习的范围有一点广 包括书法 国画 金融学 佛学 心理学 计算机思维等 我觉得这些内容虽然看上去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很多学习方法是相通的 我的学习目标是很快的入门每一个我学习的学科 然后能够把这些学科的方法运用到我的工作和生活中 至于要深入的学习一个学科 我明白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学习和思考 所以将来我也会选择一些我感兴趣的学科进行深入学习 第三我想让你们看看我们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 因为我认为学习语言是要有场景的 而工作和生活是我们最重要的语言使用场景 所以我想让你们看看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中 我们是怎样使用中文的 好了 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 我有空的时候会尽量多做一些视频 欢迎关注点赞转发 好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